民众一早起床 发现家门口马路变成一片汪洋 这时大雨还在倾泻而下 雨是非常惊人 连走路撑雨伞都要再穿上雨衣 眼看路面积水越来越高 民众赶着上班还是得要冒险涉水 骑车经过轮胎健骑比人还高的水花 骑士经过积水路断沿路 被汽车健骑的水花狂喷 只能被泼得一身湿无处可逃 西南风峡带惊人雨势 在南部带来短时强震雨 台南市永康区九号清晨六点 突然下起豪雨 一小时内累积雨量达到三十二毫米 雨来得又急又猛 造成中正北路排水宣泄不急 积水一度淹到半个轮胎高 因为它可能之前在修路 所以它这边经常会淹 它常常会下它到底就会了 如果早上有下的很大的话就会 因为这个地方是满常会淹水 坎努台风外围环流导致南部连日下起大雨 丰沛雨量水库集水区也有大进涨 增温水库自8月1号至8月7号 累积雨量达到382.5毫米 连续两波台风在台湾各地带来降雨 台南南化水库也持续在自然溢流 其他包含的圆皮静面 盐水皮屏冬牡丹南投雾社 以及苗栗明德等水库都达到满水位 水利署紧急开启闸门调节性放水 新南风峡在豪雨狂炸南部 而且雨还没停 中南部还会继续下防范强降雨至灾 进行吴云圈黄一轩采访报道